县长林子庙拿着工具 在焦纸桃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而像庙宇梁柱的立体图样 就是采用焦纸桃 苏澳爱丁社区以焦纸桃为题 进行资料搜集研究 还开设体验课程 也参与去年文化局有梦 宜兰庭尼社区竹梦计划征选 记录艺术文化 现在目前我们爱丁廟应该保存最好 这都大概六十几年的焦纸桃 像现在这在做的人感觉 你这次是怎么来参加这个社区政权的计划 这是那个我们女儿子说很没差 有这种问题 因为它是去年有一个大陆的厦门 厦门大学的教授 来寻找到我 找到我的时候 他们大陆的大会很厉害 如果焦纸桃他们的配料 他们不知道 因为经过文革之后 他们没法去找到焦纸桃 还研究焦纸桃的诱料 对 因为焦纸桃的配额也多 要寻找到我们这么久的时间研究 我们的肚子做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说 很快逼 有梦宜兰庭拟社区竹梦计划征选 主要是鼓励青年朋友投入社区营造 不用受限于社区或团体 三五成群就可以来提案征选 而文化局今年预计征选五至九案 每案补助也从原本的五到十五万 提高到八万到十五万元 如梦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年轻人有的想法看法 可以说 一往一来的一年都是四十五万 今年提升到了六十万 我们总共有三十个年轻的团队 成果非常的丰硕 所以今年特别在我们的爱丁社区 可以说要来对我们的 我们的年轻人的鼓励和对他们的想法看法 而且可以说我们的社区 有文史地方的空间 然后文化艺术 所以这都要齐头并进 我们希望文化的提升 可以说在年轻人 我们的老中心大家都来参加 征选活动也预计在四月八号早上九点 在二姐谷仓道农文化馆 举行说明会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参加了解相关资讯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